电视里有关酒的广告 往往把美酒和成功欢乐轻松联系在一起 可事实并非如此 医院的急诊室 时常会送来狂饮而昏迷不醒的醉酒者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 因此 饮酒尤其是大量饮酒 往往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和愉快 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 它是水果或者穀物发酵的主要产物 其营养价值相当有限 除了乐量别无其他 酒精是中枢神经熟的镇静类药物 摄露燃起的酒精 着实有体移的乳酸脱氢酶酶来分解 当一个人摄露酒精的速度 比肝脏分解酒精的速度更快时 血液的酒精含量就会上升 随着血液酒精度的浓度的持续上升 酒精的作用不断加强 而人的感觉 反应能力 呼吸心跳 也都逐渐受到影响 当血液的酒精含量达到0.05%的时候 酒精可以让人释放压力 缓解心情的不适 但是 当这个浓度达到0.1% 人就会发生生理变化 出现手脚动作迟缓等醉酒症状 当血液酒精浓度达到0.30% 人开始一直消沉 并且感到麻木 失去对所有事物的理解力 当血液酒精浓度达到0.50% 人会失去意识 昏迷不醒 呼吸心跳中枢麻痹 死亡可能性丰家 因此 如果饮酒者发生生水 身体僵直等现象 应立即送到医院去急酒 喝酒的危害还是显而易见的 并且现在插酒家是如此的严格 每次聚会都有理由不喝酒了 对身体也是有意无害的 偶尔小酌也是需要适量 好了 最后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的观看